去到醫院的時候 醫生說你這個肺已經縮起來了 他必須要趕快插一根管子進來 我說你不可以插 不行 他說你現在就要這樣 然後旁邊的醫生就這樣 然後護士就這樣 然後你這個 就這樣這樣這樣 張里昂費他現插管 又車禍走過鬼門關 看看人生結束沒遺憾 以前都是演比較霸道的角色 獅子座 摩羯座那種 現在是要演那種話很多 我現在體會到 人家講一大堆話 然後對我在我面前受注意到 但是我只需要講兩句話 對方的心理感受是什麼 三里讀回愛情劇鬼之執行長 有張立揚 劉翼兒 孫慶樂主演 張立揚終回不當高冷霸總 而是愛惡作劇的執行長 劉翼兒為了角色 還減去了40公分長髮 一個男男臉的概念 不過粉絲們肯定有注意到 張立揚消失了一陣子 他去年4月因為費他現開刀 家屬還欠了放棄急救同一輸 其料住院11天後 又遭遇一連串的難關 去到醫院的時候 醫生說你這個肺已經縮起來了 他必須要趕快插一根管子進來 可是我隔天 本來是隔兩天就要唱 唱一個演唱的商演 我說你不可以插 不行 他說你現在就要這樣 然後旁邊的醫生就這樣 然後護士就這樣 然後你這個 想說說 如果萬一那一陣子 老師說這樣 離開了 看到下來有些什麼重點 有 反而是有點輕鬆 我有完成我的夢想 我有出了專輯 然後好像我整天生 這樣結束也沒有什麼問題 那個時候其實真的很驚嚇 但是第一個想的事情還是多 一出院我就 再回到公園趕快上 把我的身體擺來很厚 唱完之後其實也都 沒有什麼問題 是比較喘 不曉得後面就真的又確診了 然後還發生了一個小小的車 如果是摔自行車 所以就 肩膀受傷 他要打一個東西 就是PRP 就是寫小板 打進去 他可以比較好回應 可是關節跟骨頭裡面 打寫小板是很痛 特別是這個位置 可是那天的護士小姐就認出 然後就在我臉扭曲到一個極致的時候 他就說你是當良嗎 我就說 嗯 對 然後我前陣子不是 復工 回來 然後又 確診 而確 對 所以就是一個 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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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講的好像很悲哀 但是其實不是 就是 就是我就會覺得 每次都會覺得 我們應該很快會好 但是總是又 又有一個什麼事情 我也不是很想要把我 譬如說 我生病了啊 然後我可能在復健 然後幹嘛 我不想PO這個 沒想到就 蠻久啦 對啊 蠻不好意思 四十歲 四十歲 對 呃 四喔 四十歲 但是四歲之類的 十八歲 哈哈 公司開頭之後 如果人家有什麼 會發出去 這一年 我覺得 心態上有很大的轉變 因為 但以往我都是 不想停下 把自己的時間 壓縮到一個極致 比如說 洗澡的時候 我就會 把劇本貼在玻璃上 然後邊洗澡 邊配劇本 其實 在生死的面前 走一遭 很多事情 我看得比較開了 做想做的事情 然後把握每個檔下 身體才是老大 我也是 像劉逸兒洋慢慢變成 男人這樣 很 很 很 喜歡 穩住 穩住 喜歡 穩住 穿